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引发行业思索提供了可能 作者林卫生周六晚 第九期中国新说唱 四强争夺单上演 这一次 节目把决定选手六进四命运的选择全交给了来自X大音乐平台QQ音乐 酷果音乐 酷狗音乐 八亿云音乐的荒世人 引发了一场关于华语说唱音乐走向大众流行标准的大探讨 赛成进入了到现阶段 六强选手的势力水准相差不大 也均有各自不同的风格 中国新说唱将平台方引入节目 从平台方和手中的角度看说唱选手和他们的音乐 给了一个新的看待说唱音乐的维度 以中心维度的渗入 并会引发不同观点之间的碰撞 平台方评委 明星制作人以及RAPPO有着各自的立场 争锋相对的观点和争议性的淘汰 也引起了观众的热议 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的统计 9月8日节目播出当天 节目微博数 次转发数 评论量和点赞数 达到了一个新的峰值 统计来自于猫眼专业版 究竟什么是大众流行 该不该拿市场准则 作为评判收唱人及其音乐的标准 在国内收唱真实扩进又是什么 中国新说唱用一切节目的体量 制造出一个严肃且真诚的音乐辩论场 无数观点和角度在其中碰撞 为引发行业思索提供了可能 一碰撞 实面当下中国收唱音乐的生存环境在国内 收唱音乐上述小众流行 而非大众欢欢 是不经的事实 以推广华语收唱音乐 为几阵的中国新说唱 身体力行的家国内那些新为大众所知的 长期密身在地方厂牌的收唱音乐人 大向受众面更广的舞台中来 因为这道节目 华语收唱音乐有了一个新的开始 中国新说唱 新的开始 以为着目前华语收唱音乐 在国内的流行广度上 还处于较早的初中期阶段 不许再参与中国新说唱 的大多数说唱选手身上的使命 是让更多人了解华语收唱音乐的各自特点 因为受到说唱精神和魅力的感染 进而爱上收唱这种音乐风格 在这样一种点线面 式的传播途径中 想要走到最后大众面向的传播 音乐平台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或许 正如本期节目中四大音乐平台代表所言 说唱现在处于一个临界点 国内的说唱音乐 一方面需要已经取得大众认可的说唱艺人 比如节目里的明星制作人 和像中国新说唱 这样的节目去传播推广 另一方面也需要平台方想办法 去运作这些音乐和明星制作人 四大平台平台方所依靠的评判准则是商业化的 或者说是冷冰冰的数据 他们的目光剧 交代过往的经验 以音乐能否衔接大众市场 传唱度高不高 旋律性强不强 乃至是否有艺人特职 这些放置自海而皆做的 并非针对说唱音乐传播的特殊性所做的评判规则 在这一规则下做出的选择 比如爱热与刘百新PK时 0比4的悬殊差异以及最终王以太和爱热的顺利退场 要喜爱说唱音乐以及陪伴节目 一路走来的忠实用户难以接受 让人择折的0比4 在华语说唱音乐慢慢渗透 不停歇的培养自身受众的原始积累过程中 平台方的这一次选择无疑不是浇了一盆冷水 给了说唱音乐思索的冷静空间 也把摆在华语说唱音乐面前的上路口提前揭晓 是作为持个性的小众共鸣 还是应和大众做洗脑神曲 这个困境或选择 不仅仅是针对说唱这音乐类型而言 民谣 摇滚 电子等音乐类型 就要面临 就目前而言 中国新说唱 勇敢的抛出了这个问题 引发了热议 问题的答案落在每一位说唱音乐人的身上 for real or for money 灵魂拷问 没有终点 二流行性与个性表达间 并不冲突或许 正是因为华语说唱 最如此的现实图让至上成长起来 说唱音乐人和他们的作品 才要突出自我的与众不同 展现说唱音乐的不同样貌 中国新说唱这个节目一路走来 非常诚恳且完整 得在在现了华语说唱音乐的完整 陈茂 这些选手们透过一场场比赛 一次次展现 既标注了自我的风格特性 也留下了不少流行性与个性兼具的好作品 比如以快嘴风暴 现场感染力十足 把新疆风格融进说唱音乐里的那无可热 不论是本期现场嗨报的四季 还是上一场把个人经历 汇入说唱中 引发昏宁的飘二 巫步张显着那舞特色 还有同样来自新疆的爱热 他一直以来的作品旋律优美 不管是和李嘉隆合作的星球坠落 把自己的爱投入说唱的巨人 吴云中等 甜度和暖度十足的这些流行说唱作品 有一种更动听的旋律叫爱热 还有杀活王以太 不管是悬崖华尔兹 目不转睛 时间是今还是同言无忌 王以太又生成了歌词 穿达着思索的感悟 做到了热狗口中所说的倦肉 是能够经历时间考验 留得下来的歌曲 当然还有全能王 走心流的派克特 江湖峰的功夫胖等等 音乐平台的收唱听众 也做出了他们的选择 这些歌曲 尤其是《目不转睛》 《星球坠落》等长剧说唱 战区的最热位置 甚至在更偏大众的抖音平台 热度不减 而飘儿以及 I still trust my birth 即身QQ音乐的 电风暴流行指数的前十位当中 节目播出后飙升榜上 王以太和爱热的音乐 有着高人气指数 这些说唱作品的流行 说明了华 与舒畅音乐 有着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未来大有可为 如今的Rapper们 不仅说唱的技巧扎实 技术全面 而且他们在旋律方面 也相当精道 能做到如此 是基于他们对内心感受 的坚持表达 以及对舒畅音乐精神的领悟 正如那无可热 在节目中所言 如果在走向市场的过程中 丢掉了舒畅音乐的灵魂 是绝对不行的 试想 如果有一天 舒畅音乐变得同质化或模式化之后 其实最终也就杀死掉了 舒畅音乐的独特性 这样的音乐 也最终无法流行起来 三度已经87012年了 流行的怎会是同一个母子 四大平台的高层 能否代表亿万受众 这点是值得质疑的 也是网友们定论的焦点 抛开分绕来讲 本期节目直击的是 对什么是流行的核心考问 流行是不是就一定是商业的 快晓得 包款式的 是不是世俗把流行的这个概念载化了 吴亦凡给出的答案或许是一个出口 他不否认流行性 但是流行性不止一个样子 还美国认为 商业性和艺术性是不冲突的 市场上之所以有这么多种音乐 是因为不同的音乐 总能找到它的受众 大众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化的概念 大众中的分众 或许才是比较值得研究 值得下功夫去攻陷的群体 也就是目标受众 再说唱音乐八甲 是头绪猛的今天 流行音乐 居然变得多元 它带有更多的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 洗脑神曲式 一种流行样式 走心演唱也属一种 当然说唱也是选择之一 因此 与其让会不会流行 什么是流行 水泪众说分云 难以如标准答案 得以或困住前进的脚步 不如秉承内心的选择 做好了奥运这华语说唱音乐特色的作品 罗马不是音乐造成的 正如热狗所说 创作者在创作说唱音乐时 是不会考虑市场的 也只有如此 才会有打动创作者本人 进而打动受众的好作品出现 而市场 需要的恰恰不是银河 而是银领 特别是在银河会杀掉说唱音乐生命力的前提下 这种银领 需要真正懂说唱音乐 的创作者和制作者 也需要真正懂说唱音乐 的平台帮的加持和宣传 话说 都已经八千零一十二年了 流行音乐很可能只有一个母子 华语说唱音乐 能不能带领出一种新的流行 新的审美 需要如中国新说唱 这样的节目做推广 也需要如物亦凡 将正月AMP热狗 发微博AMP 邓紫棋这般成熟的 有影响力的明星制作人做指引 针对华语说唱音乐的单下和未来 中国新说唱用开放和包容 呈现了百家争鸣的样貌 观点角度 不分对错 节目能做出此种意义的探讨 实属不易 这期节目 普通立场间的碰撞 直指华语流行音乐整个行业 最终 受众会给出最本心的选择 时间 会给出最终的答案 那时候 此次中国新说唱引发的关于 华语说唱音乐走向大众流行标准的大探讨 也将成为意义非凡的一页 这种感觉 另一页